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当如果我要超越它的话 第一点我不能用头 也不能用腿 要先用我的左侧 左半边的后背 去超越我的五半边 那这个时候男士就在这 你就能够很顺利的通过你的后背 你能挂你的腿 往下一个滑上来 然后男士还是往前这个方向 从此你到后背这个方向的时候 用你的后背 刚刚所说的这个头啊 脊柱啊 后背啊 所以你带男士去男士 向后就是引导了 向前师超越 看到吗 我老师做的太看了 果然还是 专业的人专业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因为路老师跳的太好看了 忍不住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不说话 女士们也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在后退的时候 不要光想着用你的头 你的后背去引带 引带了以后 就变成很容易 形成一个这样的问题 一走了 跨着我在前面了 还是一样 在你准备好你的头 后背了以后 怕我要放下来 你看这个点 注意放在镜头 放在镜头 你还是在这儿 把你的胯头 需要放下来 把自己整个人的身体位置 压在左边 然后从这个位置转动过来 再用通过左边的后背 去到高点 所以你整个身体 女士注意 身体不是一直在那不动的 就像刚刚我讲的 你只在那一层就变得不动 我们的女士除了右侧身体 尽可能是动了以外 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很灵活的 都是要动起来 那我连起来坐一遍 来 在这儿 圣 merciful ö 骗子 用税 谢谢观看